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n Joe 郎 相信大家應該也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現在剛回到台灣 回到台中的家 那我現在其實經過這個事件 我還有一點驚鴻未定 因為我就在案發現場 而且還拍到最即時的畫面 我真的都嚇傻了 好 那待會的畫面可能會有些晃 因為當下其實非常緊急 我是有點被嚇到 部分畫面如果有一些不適的地方 大家就正做觀看 那我們就還原一下現場的狀況吧 不是說話 你醒來 我來掉下去了 突然有人掉下去,超可怕的 就在我正前方掉下去,不知道我們怎麼樣 我們現在有點驚魂未定,剛剛有人在我面前掉下去 船現在緊急停下來了 緊急的停下來 現在不知道什麼狀況,不過他現在在清場 哇,他現在叫我們趕快進去 我好像有拍到那個畫面 我不確定,應該是有拍到那個畫面 等一下我們再來回放一下 就他好像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是帶著東西這樣一起下去 然後現在外面在清場 應該是在處理 然後船現在有點停下來 有一點誇張耶 第一次遇到 雖然說我搭遊有沒有很多次 但是我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 希望那個人不要有事啊 不知道什麼狀況,我好像有看到他是 不知道拿著包包還是什麼 就是要跳下去 有點 有點誇張耶 哇,現在大家都在 現在外面現在在進空 然後現在船停下來 可能在準備要搜救 有點恐怖,有點恐怖 然後大家都在這邊看 然後外面應該是在做搜救的狀況 現在在做搜救 在做緊急搜救 然後現在沒辦法出去 現在目前是沒辦法出去的狀態 然後全部的工作人員都往後 在做準備搜救 現在外面不知道什麼狀況 他們現在應該是在找人 現在外面不知道什麼狀況 因為剛剛還沒有看到人 有畫面 現在老王跟著去給傳方一些資料 然後協助一下救援 這樣子,那我跟小孩先去旁邊等 我們現在就很多人在這裡 那大家就在看說怎麼辦 那現在船是停下來 停下來狀態 大家在找看看那個人在哪裡 然後全部人就在check我的相機的畫面 現在大家都在看說是什麼狀況 那目前 船公司這邊也在查說看怎麼辦 那這個事件 我不知道回台灣會怎麼樣 也希望他能夠平安 你剛剛有沒有嚇到 有一點 剛剛什麼狀況 剛剛我好像是 我們只是要去看飛魚 結果 太震撼了 不是,而且好像是看到一個男生 希望他平安 好不好 你看到你是男生吧 我看到是一個男生 應該是一個男生 好像是一個帶背包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不確定他是 他是 反正他下一次有捲曲起來 希望人家找到他 傳方有點想說跟你到辦公室是不是能夠 現在就是要跟這個 游輪的人去 這個是他們的創意總監多多 在船上會一直看到他 在船上會一直看到他 那游輪公司這邊現在就是 在積極的搜救 然後現在 我們的那個多多 要去把我的那個畫面擷取出來 讓他們去看怎麼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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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先去看一下 怎麼樣把畫面交給他們 我自己也是嚇一跳 應該沒有遇過這樣 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真的沒有 超誇張 沒有 目前應該是已經撈上來在下面 好像沒有 所以他現在在尋說還有沒有 別的是不是 現在應該是有救上來 目前看到這邊是一個小的平台 然後那邊的話 船好像也不知道在尋什麼 那剛剛就這些 剛剛其他的一些 船上的朋友是說 好像已經救上來了 應該收救應該已經結束了 大概船上的一些朋友是說 已經收救到那個平台進去了 這個平台區 那我們現在就是 在看到這個搜救船 他還在 可能在做Double Check 怕有第二個吧 但我剛剛看到的狀況 我剛剛看到青年目睹 我看到應該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 現在搜救船還在 找一下有沒有可能遺漏這樣子 我們現在還是其實 現在大概過了一個多小時左右 然後因為現在 泳池的派對還在進行 那我們現在就是 平復一下情緒之後 剛好看到他已經有 有救上來了 不過救上來了 我剛剛看到畫面好像是有一點 無意識的狀態 因為畢竟在水面已經那麼久了 不知道什麼 我剛剛希望他沒事 然後現在船應該是 看起來是沒有在動 感覺是 可能 船上也要處理一些事情 第一次坐郵輪遇到這個狀況 而且就在我面前 我們當下真的是 嚇傻 真的是 嚇傻 這個應該也會上新聞 因為畢竟這個事情蠻大 掉下去 希望他沒事 沒事 就一切平平安就好 雖然船會Delay 但是 希望他平安 剛剛 大概就是遇到之後 他們知道我有拍下來 然後拍下來之後 我就去把影片交給他們 然後他們也把影片重新check一下 到底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最後我剛剛看到的片段 應該是一個男生 然後拿著背包 然後跳下去 不知道是跳下去還是疊到 因為我們不確定 所以當下我們就是很混亂 然後我們全部都下山 所有的工作人員 全部人都 全部的一起往後面 去找那個人 然後船就停下來 然後就大轉彎這樣子 雖然派對在進行 不過有部分的工作人 還不知道 然後現在是突發狀況 先記錄一下 所以大概是 事件過後的差不多 兩個小時左右 現在船上會不正常 那我現在想 總統能夠了解一下 那個人最後能怎麼樣 來問一下櫃探子 很不幸的知道就是 好像是離世了 好像去世了 但我剛好去跟熊士確認一下這個狀況 我不知道他們後續會怎麼處理 那所以 他們說會再跟我講 跟我解釋一下 那再平衡一下整個報導 因為大家應該會很會關心說 船上遇到這樣的事情會怎麼辦 好啦 保險外房間 好啦 保險外房間 因為後來我跟熊士詢問 然後跟船公司詢問 他們也都是說 不方便做太多的回覆 所以我後來也沒得到 所謂的後續 那希望 如果媒體記者們 授權這些影片給你們的話 我希望媒體記者們 能夠進一步去追查一下 呃 郵輪的一些安全啊 或者是說 郵輪的一些後續 如果遊客 遇到這樣的問題 後續是怎麼樣解決 其實因為郵輪的旅遊 在這幾年很紅嘛 那如果真的遇到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什麼樣的保障 或什麼樣的 其實我覺得大家會很好奇啦 那以上就是 我唯一想要的疑問 那如果媒體記者們有 取得我這個畫面授權的話 也希望記者們 能夠去關心一下這個東西 那以上就是這樣 這支影片比較沉重啦 那 就這樣 謝謝觀看 謝謝觀看